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日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等着地铁要去火车站 我们今天就要去南法玩一个礼拜 我们马上等着地铁来了就要上车了 我们现在就已经坐上火车了 然后一会就到第一站马赛 然后现在在这个车上就人特别多 因为这个季节正好也赶上他们法官自己出去度假的季节嘛 所以就车票也很难买 然后车上也都是坐的满满当当的 给你们看外面 我们就在哪里面 就在哪里面 在哪里面 我可以的 好 就在哪里面 和尹杨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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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是真的太晒了 刚才出来之前又赶紧就各种补 喷了一遍这个防晒 然后你们看它这个小街巷 就是也很窄 然后小楼就是这样 很窄很窄 我们看前面有一家人还挺多的 打算去那吃 我们点的菜上了 我点的就是一个 沙拉 然后这个叫做马赛汉堡 它应该是里边夹的东西 就是鱼肉了 就不是普通的牛肉 然后这个是我看他们周围 法国人都点 我觉得点了一盘 它这个中间可能是炸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 还配了薯条 一会我查查这个是什么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啦 然后准备去坐一个船 坐那个船上一个岛叫做伊夫岛 这个岛呢就是在《基督山伯爵》这本书里出现过的那个 所以很有名 大家就是都是想上岛看一看这样 太晒了 我还不晒话 然后我们现在旁边就是海港 我的头 头发我感觉就是多烫的现在这么一摸 都是船啊什么的游艇 有钱人的私家游艇 就沿着这个海港 我们准备走到坐船的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坐上船了 然后我们挑了二楼的座位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就是能出吹风 但是很晒 因为全都暴露在了太阳底下 然后给你们看 我们现在正在经过的这个一搜搜 就是小游艇 我们就是在这个船上 然后要开去一个岛 差不多开20分钟 就虽然很晒很热 但是有海风吹着 就是也还挺爽的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伊富岛了 它原来就是一个监狱 然后周围就是这个海水 好蓝哦 我们现在就是到了这个伊富岛了 已经有人在等着也要上船了 然后我们靠岸我们就是下船了 我们现在站上这个岛 你们看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的那艘船 然后你们看 这水真的好蓝好蓝好蓝 我现在热得好想赶紧跳下去 游游泳哦 好爽真的是 太漂亮了 这个蓝色 我们这个是 已经站在上面了 你看它这个监狱 然后周围就都是海这样 然后它这里面就是陈列了一些 包括有这个大众嘛 就是写基督山伯爵嘛 然后写的就是这个地方 进到这里面就是可以这样参观 它的一间一间的这个楼房 就是当时他们就是这样被关在里面呗 我感觉是这样的呗 然后我们现在上来在它最高点点 然后你们看就套着这个灯塔 海的那边就是马赛 就隔得远远的 但是真的是太晒了 我整个人现在都被晒到 就是都蔫了 就是晒的我已经都晒化了 然后我满脸都是那个汗 我今天脸上就是只用了一个防晒霜 然后擦了一个有色面霜 我连粉底液都没敢擦 因为我知道会是爆汗一天 我懒得擦粉底液了 然后就这样子 但是仍然就是它那个有色面霜的那个有色也都已经掉了 哎就现在真晒化了 然后我今天这块也都是喷着防晒霜 真的是晒的我都晒烫了我的皮肤 你们看现在就是在它这个监狱里边左拐右拐的 你看这里 啊这是一个大厨 你说他们当时关在这儿每天也没什么事干 嗯就看了从这儿瞭望一下 这边就有个小窗子 让你能看出去 还能看看海景 也算住了个海景房 我们这差不多也参观完了 妈呀我都快晒中暑了 然后我们打算就是回去 嗯还坐刚才来的时候的那个船 大家会再来这儿 然后把我们再带回马赛 一会晚上五点不是有那个世界杯决赛吗 我们就准备找个酒吧 然后一起看球 看完球就回去今天早点睡觉 太累了这一周 去各种地儿玩啊 然后给爸妈安排这些 然后再加上实习啊什么的 哎然后 呀然后今天又坐了很久的火车 所以我们就一会儿准备回去早点睡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来的时候坐的那个船 现在他送了新一国游客过来 然后又要把我们给接回去了 就是这个样子的往返这个小岛和马赛之间 啊 啊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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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是看完球回家了 直到现在大街上还都是呜呜呜呜呜呜呜的 然后我们这个楼旁边这个楼有个壁画 现在赶上已经就是太阳要落山了所以正好是这个落日然后在海上 今天已经就是我们来的第二天了然后我们现在刚出门准备去周边的一个城市周边的一个就是靠海的城市吧 然后早上起来就是迅速的化了个妆因为我眼睛太肿了我还贴了省眼皮贴但是我感觉这省眼皮贴的太急了没贴好 我的那个底妆呢就是没有上粉底用的是那个 哎呦爬着楼梯爬了我累死了用的是那个就我一直特别爱用的自身堂的那个BB4Sports的那个 因为它那个就是润色效果已经很厉害了就不用再上粉底了而且防晒的力度也很高 哎呦 累死我了 然后呢嘴上依然用的就是那个Colourpop的那个Ariba 然后今天呢背了这个一个路上的大包 然后穿的就还是之前发过的一个小紫裙子HM的那个 身上我现在也都喷了那个防晒喷雾因为这边太晒了都晒的我都化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小街巷里走准备走到火车站去 给你们看这有一只大牛头狗 我们现在走到的这个地方是马赛的一个 这个它写叫主公医院 它蛮漂亮的大台阶上去那个样子 今天就是那种阴不阴晒不晒的天 还挺热的 然后那边也能看下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海边的小城市了 叫做卡西斯 然后法语里面叫做盖斯蒂斯 我们现在就是在它后面那个地方是它的那个市中心就是老城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它的这个港口 一会儿可以坐船什么的 我们刚才就从火车站打了一辆车过来 因为它这个地儿比我想象的就是要偏一些 还不是那种特别城市的感觉 它就是一个小小镇的感觉 然后挨着海的一个小小镇而已 然后我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港口 你们看它就是那边就是市中心嘛 然后一路过来这块就是港口 有这些船啊什么的 然后他们很多人到这儿会去那个海边下海采水啊什么的 我们现在上了这个船 然后就是坐船出海去看它那几个洞 然后我带你们出去看一圈 我现在坐在这个船头 然后出来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就是在船上 然后这块有一个这种就是船头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现在已经走出来了 哇哇好爽啊 它就是要从这个海湾然后这么开出去 带我们去看几个景 人家这个有钱人自己的小游艇 那在这边有一个箱子那一天 这里就是有的 治安 西方 2 二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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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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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又来 因为下大雨 没有办法走 所以就来了这个 小天使的这个 这个 然後我們的下的大雨到了 原來有一個冰淇淋 給你們看看我們暖身子的救命熱橋 它這個熱橋真的都超級濃他們這邊的 現在終於放晴了 那一片就是烏雲已經過去了 然後就是剩了這個遠處已經開始放晴了你們看 然後現在套著這個晴天看這些遊艇 就還挺好看的 但是還是有一點點釣雨點這樣 然後我就是穿著一個這種防水防風的外套 因為其實還挺冷的 就是它一下雨它就很涼嘛 然後它再加上是在海邊刮那個海風啊什麼的 確實就還挺冷的 但是就是還挺好看的 你們看這一塊 就都是它的這個遊船 遊艇啊什麼的 可能有那種大富豪什麼他們自己就有自己的遊艇 然後沒事就來這度度假什麼的 其實還挺爽的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非常小的小鎮 然後我們現在往這個海邊再走一走一會兒就坐火車回馬賽了 然後我們現在這個就是走到了這個海邊了 今天就是因為剛才下雨了加上天氣比較冷 本來要是暖和大晴天的話 我們是就是在這塊可以踩下去 然後看那個海的 然後就是可以下海玩水的 你們看我現在走到這個水邊了 它這個水好清哦 好藍好清 這要是天氣就是平的時候 它那個藍應該就會看得更清楚了 我們現在就坐著車回那個火車站準備離開這個小鎮了 回到馬賽了呀 其實這小鎮還挺漂亮的 也挺舒服的 就是住在這兒啊 然後又靠著海 每天一曬著太陽出出海什麼的 怪不得他們法國人喜歡來這度假那種 我們現在就是在它這種 也不算公交車吧 像個小巴似的那種車上 然後往前開就回到那個火車站的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回到馬賽了 然後我們正在地鐵裡等地鐵 我的臉上都已經出油了 然後他們這個地鐵站特別搞笑 你們看它那個後面的背景牆 是一個畫著的一輛高鐵 還有個火車頭 超級搞笑 然後我們現在就在地鐵裡等著要坐地鐵了 這個地鐵站還蠻新的 我覺得比巴黎的那個地鐵站要新很多 我們現在逛一個購物中心 你們看這購物中心還挺高級 這大電梯 有點像國內的那個感覺 來這裡逛一下 我們現在呢稍微休整了一下 又出來了 準備去吃飯 我忘了帶相機出來了 所以我現在只能拿那個手機給你們錄一錄 我們現在呢就是坐到這個吃飯的位置上了 我們這個地方就是我今天打電話 幸好預定了一個桌子 然後景色特別好 就直對著它這個港口這些船 然後我們剛點好了菜 等它一會兒上來 然後再給你們看看 我們這個就是坐在露天嘛 然後它這個景色 就正好是對著它這個港口 就特別的好 然後正好趕上 就是現在太陽快落山 已經就是半落山了 但現在實際上才剛 已經都九點多了 就太陽已經都落山了 不變的 就好了 就很難找到 所以我們來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